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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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可怜嘛 对吧 这很简单的事情 而且还说包吃包住 不可怜啦 你在国外包吃包住要很多钱 还做房子 要做金 所以这些其实都是所谓的诈骗的手法 跟你说很简单就可以来了 而且薪水又很高 所以这都是一些夸张的 还有领美金 不可怜嘛 所以这个都是一看就是 请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 宣导我们年轻的朋友 要去求职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 自己本身的技能 你的程度到什么level的时候 可以领什么资 领什么薪水 如果超过这个可能就有可能被 求职的诈骗的陷阱 对 像分局长 像这种到国外去打工被诈骗了 对 这种案例的话 后续我们该怎么处理啊 如果真的不小心真的被骗掉啊 该怎么办呢 呃 目前就是应该就要讲说 你开始办复照的时候 对 你就跟家人去商量 比如我要去越南柬埔寨 你要跟家人说 要去哪一个公司 公司是台湾公司还是国外公司 其实公司很简单 在我们的经济部商业登记师里面 都有登记台湾某某的公司 都有登记 都查得到 都查得到这样子 对 所以一旦查不到你就要小心了 对 还是说那个公司看起来怪怪 怪怪 空壳 空壳公司也有 这个都要小心 还有一种就是说 你还没有去上班就想说 你的银行的布置 你的破坏就要先掃描 他破坏要交给他 这就是问题了嘛 不然上班就是要领钱 破坏就要去 这个会有问题啊 还要叫你交出密码 对 这个就是有问题了 对 这个很容易就变成 这个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 不只人头账户一进去 就把你囚禁起来 然后那个诈骗就拿去 开始可能去去骗钱了 那个账户这样子 哇 这个飞蛋没赚到钱 自己还有官司 对 又有官司这样子 所以各位听众朋友 一定要特别小心 尤其是国外打工 你最好有认识的 亲戚朋友的公司 或是朋友的很信用的公司 在国内品牌 知名品牌等等 这种才比较有可行 有保障 有保障 而且你要看那个薪水 是不是有符合比例原则 比例原则 对啊 不是说厚力很高 不是说厚力很高 哪有可能说 一个位给你 10万 每10万 还命美金 对 命美金 这真的是不可能 好 那再来请分局长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目前比较常见的一个 诈骗犯罪的案件 还有一个手法 而且最近听说 这个所谓的投资诈骗 真的是有够多 而且每次被骗都很多钱 对 所以我要跟听众朋友在讲说 这个投资诈骗 大概都是比较中年人以上 有经济基础的人 甚至退休了 退休人员 然后用股票或期货等等 然后不知不觉 这个有几%的利润 10% 20%的利润 在一个礼拜内等等 那你就一直投 然后去网路开银行 尤其跟各位听众朋友 我们的网银是很注意 你要开网银很注意 很注意 因为网路银行 一天可以开到200万的转账 所以你一投资下去 今天投资200 明天 他如果再获利10万 20万给你 明天再200下去 你等 你投资了1000多万 大笔金额以后 他的网页就下车了 所谓下车就是 找不到啊 找不到啊 你的网页就关掉啊 你就 你拿回人家 一些钱 远不如你投资下去的钱 所以这个 比较大额的 其实他就是 拿你的钱给你啦 对 这样而已 就跟你说 你驾到银行 利涉到多少钱而已 对 我说你驾到我这里 用这个投资的方式 给你拖多少呢 利涉有够多 你不用做工作 一个月就10万20万了 对 这个就是从网页 脸书 或是各种 IG里面 有很多的 还有LINE 群组啦 投资理财的啦 報名牌啦 很多啦 真的超多的 那 请大家要特别注意 而且最近还有那种 所谓的虚拟货币也有 虚拟货币 因为你看不 他就给你一个 好像网站 那上面会有 数字跑来跑去的 刚刚说 哦 你好像贪很多 是是是 虚拟货币的 也被诈骗很多 虚拟货币 你说 去银行 换取现金 然后去换取虚拟货币 的代币 然后给你一些获利 对 那你钱出去以后 你就拿不到啦 呵呵呵 就是这种的啊 真的 所以你的钱 辛辛苦苦贪的钱 你要投资什么 一定要找合法的管道 是 是 对 投资理财没那么简单 真的没办法说 一次获利非常的多 你就是 嘎 也不要觉得说 放他银行利息很低 还是什么的 你就算要投资 也要找合法的管道 可是 投资有风险 以前有赚有赔 像你看在脸书里面 或在IG里面 你根本看不到他的公司 对 他就是一个很漂亮 一页四广告 两页四广告 弄得很漂亮 弄得 然后 他会设计各种图案 这是标股啊 这是黑马股 或什么 各种状况 他会加入其他的 假设一百个人里面 他会有设计 一些人说 今天我又赚了多少 昨天那个股又赚多少 那都应该自己的人在买的 所以这种的要特别注意 这种损失是最多的 最大 大比的损失 这种的 所以你一次 投那么多钱进去 你就拿不回来你的钱了 绝对拿不回来 绝对拿不回来 所以这种朋友 大家辛苦钱 不通 黑白相信 那 再来就是 当然也要预防啊 其实我发现说 现在有很多的诈骗集团 会用一些网站 或者是一些通讯网 软体交友软体等等 虚拟的APP的网站 叫你去下载 之后呢 上面就开始跟你虚寒问暖 还是说 你要不要投资了 什么的 其实这种也很多 就像美女图 他会用很多美女图 美女图 通讯软体 这小姐很漂亮 你把你加入这个网页以后 然后就跟你一直聊天 取得你的信任 其实乍七 就是要取得信任 它的关键字说 我跟你是一个信赖关系 以后你才会去投资 对 那 再 参照你的 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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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专业用语 他还会用专业用语跟你对谈 哦 你就不信以他 不信有他 取得信任 以后再一步一步 到陷阱去 一步一步 套入你的圈套里面 所以各位听众朋友 听到这种的都真的不要把他集会出去 当然有集就是很小心 绝对不要回出去 这样就对了 真的不要随便回出去 不要查证啊 所以真的要查一下 有时候其实就像分局长说的 他会跟你取得一个信任感 就是说去台港虚航温暖 你会觉得说这个朋友得来不易 对 我现实的朋友都没对我好到 对 这个不然是对 突然关心到 真的是天上掉下来的好朋友 对 都可以关心 取得信任以后 负信嘛 嗯 然后他就慢慢的跟你骗 钓鱼了 钓鱼了 看你有什么投资的需求 对 帮你做规划 等等 哇 这真的是特别特别的 他就是涉入那个情境里面 变成好友的情境 或是 共同创造 赚钱的机会的情境里面 这样 对 其实 诈骗集团的手法很多 那有一种叫做解除分期付款 分期付款 这个也好多 是 尤其现在很多的 听众朋友们 会用网路买东西 对 用网路消费的这个风气很盛行 所以诈骗集团也跟上这一波 有网路要问 对啊 你现在 操作不对 哦 我们现在钱 要再扣回去 所以一直扣 你扣 一直扣 扣几遍 这个金额不是很大 大概几万块 但是扣了几次就很多万了 变这样子 买东西 对 他就用这个方法 叫你去解除分期付款 而且会叫你去ATM 对ATM设定解除分期付款 结果你大概东西还没有拿到 你就把钱转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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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没看到东西 所以说 听到钱 我再次会 听到钱 要转钱 要特别小心 你就没看到东西 你要转钱 给人是要做那些 真的 就不可能这样转嘛 所以一定要注意这样子 所以 一定要听信他 所以只要齁 而且他会跟你 一步一步的操作 对 他的卡电位给你哦 对 那一步一步操作叫你去ATM哦 对 问你说你们家哪边有 那种银行 还是说有那种贵源机 就叫你去 对 他只要说有一些关键字 就叫你去银行什么的 你就要特别小心了 这百分之百是诈骗 而且他还会知道 你家附近的SAVEN在哪里 还知道你家附近的SAVEN在哪里 因为SAVEN 那个都是 都可以看得出在什么地方 对 你你家最近的SAVEN在哪里 或是有提款机 他们都可办法查得出来 这些东西 就叫你去 所以这部分要特别注意 那当然预防之道就是要特别小心 特别小心这个所谓的 你的包含你的个子也不能够随便外泄啊 对不对 个人资料 个人资料啊 所以像有一些的网站 有些是交友网站 就会跟你说啊 跟我加好友啦 加赖啦 还是加什么的啦 加好友就取得信任 希望说 诶 你可以多知道你一些的个资 是是 这部分其实都有风险性啊 对 那还有一种诈骗叫做假冒法院之名 而且假冒法院之名还有 以前还有一种叫做假冒 假冒检察官 很警察 最后要给各位听众朋友 各位观众朋友 特别来说明 这假冒法院检察官的名义 这个已经行之有年了 他就是说 以前最传统的就是说 用假检警的假检警 我用检察官用一个传票 说你的丈夫涉及诈欺 目前需要冻结 我会派警察官 派警察官去你们家夾资 你们家夾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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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店家夾资 去夾资 所以你现在要先监管 要把他监管起来 等着案件结束以后才会还你 诶 拜託各位听众朋友 观众朋友 可有可怜 警察官多忙 警察官也不怕出门 警察官也不怕打电话给你们 都一定有事 也真的有公文到你们家 像我们 那检察官那说明 一定是有行之公文的 不可能亲自去 檢察官或书记官交 这个公文传票去你那边 身上 不可能这样子 更不可能 钱 可以直接拿给书记官的 真的啊 我们中央美国也不可能 你现在不让他靠在书记 要公口来叫嘛 不可能是要公文传票去检察官 公库嘛 有什么状况一定去公库缴 嗯 就像你缴税金 缴燃料牌照税 你不是去7-7掃马去缴吗 嗯 或是去 公口去缴吗 也是要有一个团啊 在团啊 正式的 你不可能说那些人 你家够3万2万 加这小金 也不可能这样嘛 真的 很瞎啦 很瞎啦 然后我要听说 为什么很多听众朋友会 不宜有他 嗯 因为他诈骗心情在 打电话给你的时候 对 他 会慢慢一步套路你家 住哪里 你的关 亲人是谁 你家里电话 他马上就在 诈骗的地方 把用电脑打一打 传真到最近的7-7 哦 所以那个假的书记官 就在7-7那边拿出来 哦 或是最近的IP拿出来 盖那个印章 盖什么 台北地坚属 假的印章 假的印章 台北地坚属的 高雲地坚属的 假的 假的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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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大家看我 这发现的印章 发现的印章怎么很像 啊其实都是诈骗的 我曾经抓过 对 那个 假的 假的 那个 那个桌子里面 有四五间的 发现的 发现的 大印 所以很多这样骗 所以 大家看到那个印章 这个公文 别人说是真的 对 那都是假的 那都是假的 尤其 呃 书记官 检察官 也没用到你们家 给你尸电灵 也没可能 也没可能 在录所在高级 也没可能 再去公平高级 也没可能 所以 听众朋友不懂 有时候是一种 惧怕的心 惧怕的心 惧怕一看就会说 对 说一来公文 会怕 所以 大家千万要小心 这要换听众朋友 这个就是 在家里的高龄者 比较多 对 阿公阿嬤 阿公阿嬤 你听到这条 电话你把它掛掉 都不要理他 不要理他 就好了 你越听越怕的乘 越怕的乘 就设 进入他的圈套里面 会越怕 你不要说的 电话它掛掉 其实这就是抓到人 会害怕的心态 就是 这种害怕的心态 包含就是像 假绑架 假绑架 这个也是 这也是老梗 老梗的 假绑架 十几二十年前 就有了 对 你的小孩在我的手 他就是 乱枪打鸟的方式 电话一直卡 反正 打得到算我的 后面卡 后面卡 不要 你孙子在我手 怎么怎么 你现在 还是你孙子现在插好 还是我五万块 什么 要处理他 旁边还有另外一个台图 对 他说什么 阿嬷阿嬷 我现在在那 听起来 有时候声音 有时候人在 慌张之后 慌张之后 你听不出来 所以钱就汇出去了 就这样子 哇 阿嬷阿嬷也怕狗 对 就会这样子 人家听孙子嘛 都会说 就是这样嘛 听孙子就是说 阿嬷阿嬷幾万块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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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 回出去 阿嬷 还有 不就说 你女孩买独片 方法对 对 你要来销钱 对 这种方式 这个我身上 我亲戚有遇过 然后他又假装一个他的孙子 或他儿子来讲话 对 他讲话 不会面对麦克风的电话 远远的 远远的一个声音 所以你听起来又很像 又不太像 假声 假声 假一个 我们有那种惧怕的心态 就是会觉得说 啊怎么会这样子 我们的孙子哪个儿子去买独 哪个儿子去买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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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被骗了 所以这个电话就是 第一个是冷静 就是骗骗骗骗 电话又再挂掉 那就没问题了 电话挂掉就好了 对 查证 不然你也卡一个电话110 1665 电话先挂掉 就不要听 他再打掉给165专线 对 165165 直接我们有专人都会买独 真的 这个反诈骗真的太重要了 大家要记得了 还有就是要跟我们的家人 跟朋友 还有一些工作机关 要做求证一下 对不对 这也很重要 所以我们的朋友 大家要注意 时间回来 我们先让电台插播一下 等一下在广告过后 再继续访问 我们高雄市警局三民一分局 分局长肖正松分局长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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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891.3 快乐台湾 政策武汉 快乐联保邦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本帝大胆子匯官 大胆子匯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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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做过来 五十回到七十四回的朋友 我们政府两年 補做一次的检查 没做的朋友 就要趕快去做 可是说 做后的报告 如果是有问题 就要趕快去 裁大胃灯口 让医生做最小的检查 早前发现 就可以早前治疗 各民健康素 关心你 以上公告由 医生福利保 各民健康素提供 家族旅游 员工旅游 公司工厂交通车 事情需要用到车 要找哪家车公司才好呢 你的问题 全球巴士公司都听到了 观光旅游 工厂交通接驳 各式活动用车 只要你想得到的 在客服务 找全球巴士就对了 从八人做小巴 到四十三人做游览车 全球巴士给您 舒适的乘车环境 评价优惠 全球巴士部专线 零七八三一九零三七 八三一九零三七 这是一个最快乐的地方 一切真主宰 关心土地咱的爱 这是一个最快自由的地方 快乐爱台湾 最快乐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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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乐台湾 政策武汉 快乐联邦邦 今天现场邀请到的是高雄市警局三民一分局分局长 肖政松分局长 分局长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哇讲到反诈批 反诈骗 分局长超级有经验的 因为你办过非常多的案子 是 所以今天一定要跟大家特别分享到千万五糖红片去 那刚刚讲到好多个这种诈骗的手法 其实还有一种叫做网路交友的方式 其实网路交友方式也是骗很多钱 骗很多网路交友也是很多 网路交友对 因为我们在网路里面啊 像我就讲那个我们的案例啊 外国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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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现在什么 他现在外国军官 然后在进入你的情境也是聊天 很多年轻的度你 取得心恋 在家里面 然后又有钱 那就聊天一聊 聊天一聊 我现在什么 我的货在什么 苏伊士运河卡关啊 那如果这个钱 现在先保证金啊 费入以后 我这个大笔的金额 可以领款领回来 那我再来台湾接你啊 到那个欧洲去玩怎么样啊 这种的 也特别多 然后共住家庭啊 对共住家庭 许一个未来 所以他有时候 一个实际的案例 他去银行领钱 然后加入 换取那个虚拟货币 他就这样汇给他 一直汇 汇了很多的钱 这样子 这是一个很经典的 就假爱情交友 假爱情诈骗 这个都是骗骗骗骗骗 各位听众朋友 你都还没有看到你的白马王子 还没看到 都还没有看到他 怎么会把钱汇出去呢 可是还是很多人 还是会有人相信他 所以就是取信 取信 其实那个都骗骗骗 就是对于爱情有憧憬 有憧憬 有憧憬 讲说自己的白马王子 即将要来接我了 要可能就是那个爱的迫降啊 就是韩剧什么都有看啊 所以对于这种爱情 都有一些新的想象 他就会设计一个梗 说我的包裹在卡关 或是我的货物在卡关 我要我现在不能 我要把一个保证金过去 这样子 我货物领不到 你就还没看到人 哪有可怜说 质就好他呢 所以这种真的要特别小心 是耶 爱情爱情爱情的这个诈骗的 也是很多 还有一种是网路拍卖的部分 网路拍卖也很多耶 就是跟你说 你的这个货品啊怎么样怎么样啊 还是说寄了一个东西给你 可是里面不是你买的东西 假货品 假货品 甚至 我实质的案例就是 他可能就没有接到货物 譬如你在网路购物 你没接到东西 他就卡电话你有接到东西哦 他诬赖你说你有接到东西 然后我现在在某某拍手立案要报案了 那有的人也会怕 想说这个几千块 我现在如果拍手报案 我要工作要去接小孩上下课很麻烦啊 我钱就汇过去了 那再等一个礼拜你东西会不会汇过来 有的人说心俗修性啊 就这样小的诈骗就很便宜了 很多会这样子 还有一些一页是网页啦 比如说卖什么减肥药啦 卖什么什么商品啦 跟你说怎么样比较便宜啦 啊结果他可能寄给你之后发现是一些劣质的商品 是 今天有人买什么 iPhone就寄来的是一个烂烂的东西 烂烂的东西 都嫁的东西 不好的东西 这种的啦 对这个包裹诈骗也非常的多 所以大家如果要买东西 尤其透过网站买东西 你不要以为他便宜就好哦 对不对 要有找信用的商家 或你曾经买过的这样子最好 对 有信用的商家 有诚信的商家 一定要有诚信 好 那其实我觉得最近 最近有很多新型的诈骗 其实都会称一些新的一些趋势 来做诈骗的手法的一个更新 像其实在我们的韩国女团 Blight Pink刚来到高雄 哇 这个是一票难求 真的是网路上面 新风鞋语打来唱一票 唱得好 真的是买不到 所以呢 这黄牛票就来了 开始在卖黄牛票 那当然很多人 不但黄牛票没买到 进不去演唱会场所 还买到假票 甚至就是花了钱 连票都没有 这种的 这个就是回归我们刚刚讲 一页式的广告 就是这种广告 他利用这种广告 来卖票 结果你票 拿一个电子票证给你 你到现场就没办法领到票 你去iPhone也领不到票 那个序号领不到票 对领不到 这个东西就是 回归就是 网路的诈骗 其实就是网路诈骗 就网路诈骗 你要透过合法的管道去买到票 对 因为我们很多民众买不到票 就去网路 结果里面都很多片 都很多片 你又买不到 买不到 你又没有序号 你要去iPhone多序号 你就有实体票给你了 是啊 实体票是假的 这种的 最近我们五月天唱会妹 又要在高雄又要开演唱会了 是是 很多的歌迷 抢不到票的 也会透过类似的手法 其实这种就是所谓网路诈骗 网路诈骗 网路ES的网路诈骗 就是给你骗 就是说 就是骗群你想要去看演唱会的这种心态 对 啊想说 不骗 他就诈骗机来跟你乱腔 当然你要买 就钱先回来 你要先回来啊 不然你跟他票先给我 我跟他讲啊 钱放出来啊 票给我看 真的可以寄我查证以后 不然你就票先寄来 我再会钱给你啊 对 这最实在 所以 我是奉劝大家啦 千万不要去相信这种手法 啊其实黄牛票 我们真的是不鼓励啦 不鼓励 很多人就是会用黄牛票 我去买啊 知道在高额卖出 其实这样子很不好 很不好 是是是 那再来就是 诶 这样 分局长其实你自己本身 自己是处理过这个 透过脸书 认识外国军官的 这个案例 这个案例 而且还说要以 交往为前提哦 要控主家庭哦 对 对 这是你自己本身有 我处理过头 而且是巨额的东西 到底有多巨额 真的很多很多 超过两千以上 超过两千万 不是两千万 都是巨额 他是用一个货物的卡关啊 货柜的卡卡关等等啊 那时候也疫情的时候也是有用这种 疫情卡关怎么样 他要缴保证金或怎么样 他换成虚额货币 会出去的 所以请听众朋友一定要小心 利用人性的弱点去诈骗 对对对 他就是用人性弱点 而且跟你聊天的那个人 也不是你看到的照片的那个人 不是不是 就假网页去做的这样子 哇 这个辛辛苦苦赚的钱 就这样子 是是 付之一句了 就没了 是 好 那其实还有案例是 这个LINE的部分 这就是刚刚讲到的 有些LINE的网站 会有这样子 薄面白 对 薄面白 它的图像给你薄面白 啊其实 反正就是骗骗骗啦 你不是薄面白 那面白哪有可能是LINE 哪有可能 你真是合法的公司 或上市公司 沟票 因为在 久期都不是合法在店面 怎么会用LINE呢 是 所以 大家还是要小心这种诈骗的 其实我发现 诈骗集团的手法一直在更新 最近不是政府 要普发现金吗 普发现金的部分也要特别注意 也有这种手法出来了 目前还没有发现 但是有 朋友一定要特别小心 我们就寻求政府的管道去银行领 或是邮局登记去领 对 这样就好了 某些网页 不要去相信这些网页里面 很多这种 要特别注意 LINE的资讯 要特别注意 开始跟你转发 反正其实 因为现在的资讯公开化 也透明化 政府的一些宣导也都非常的精细 要怎么领 其实那个步骤是有的 都有的 大家不用欢乐 也不用急 也不用怕你不到 对 也不用怕你不到 对 因为它有一个时效性的 所以大家不要担心 我们就按照我们政府的一个相关的学道 SOP的步骤 SOP 就自然就领得到了 那当然是这样子 OK 其实分局长今天到 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那种诈骗 詐欺的状况 其实他的手法层出不穷 可是其实都是抓准人 一来就是贪念 就想说要贪到多钱 再来就是惧怕 再来就是期待 对 贪念 惧怕 期待 利用人性的弱点 所以请各位听众朋友 观众朋友 反正借到电话 听起来来路不明 就把它挂掉 你就不怕 你又不听 你如果挂掉就不快了 很简单就挂掉 你越痛越怕了 真的 啊网页 没有投资理财 看到那些网页 不要乱去按 乱加好友 真的 就和平安就好了 啊千万千万 一定要记得 集集集 不要亂回出去 嗯 哦 这样就对了 新口级不能回出去 如果你要做任何的投资 一定要一再的去做确认 一定要确认 其实像分局长 我有遇过一个案例是说 是食材的人 跟你介绍 是 啊有时候大家会觉得说 啊我食材的人 跟我介绍怎么也不对 啊可是你没有发现说 其实你认识的人自己本身也是被诈骗的一辈子 那当然是 所以一定要查证 一定要查证 一定要查证 千万要查证 啊钱不要乱汇出去 啊那就不过我们就自己资产了 对 像我们警局其实跟我们的包含像银行 都有做一些联系 是 如果说遇到说 神情怪怪的哦 还是说 怎么进来的时候一直在讲电话 其实银行行员也蛮激进的 是我们都会跟 我们都把我们银行 都去做关怀提问 所以 请听众朋友 你们真的想 不得已到银行汇钱之前 你可以 问银行说 啊这样子是不是诈骗的 银行一定跟你讲说是诈骗的 哈哈哈哈 因为你被他 他的原语讲到 你给他说到这样 买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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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不知道去啊 所以一定 啊照片之后跟你说 哦 那千万千万不要跟别人说哦 嘿嘿 你都会这样说 你别人说就破功 就破绞了 你就贪不到钱啊 不然觉得我会把你抓起来哦 哪有可能啊 台湾那些民进化 可能会把你抓起来 还有说 欸 他会教你说 你说你们银行要买厨啦 不是 我银行要买厨 我们银行车回来把我拿起来啊 哪有可能啊 你如果没看到你们银行回来 才会买厨 你们银行要买厨 所以其实他也会教你怎么去骗那个行员 骗行员啊 他会教你一套说辞 一套说辞 对 这样 班长有时候我们看到新闻会看到说 有一些民众啊 就算到了 到了银行 就算我们警方到场了 还是一直在相信诈骗集团呢 对啊 所以我刚才讲 一定会取得你的相信 所以请各位听 只要听到来路不明的电话 就给它掛掉 这样就好了 都不要再接他了 不接也不会有事情 一直在听 就是这样 你就陷入他的陷阱当中 陷入他的迷失了 所以喔 全中朋友大家一点来注意喔 好 来那分局长 是不是针对于今天的访问 跟听众朋友做最后的总结呢 好 各位听了没有 总之 一句话 钱 不要乱汇出去 对 那听到来路不明电话 就把它 掛掉 这样就好了 很简单 就这样子 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谈到的 反正它就抓住你的心态 让你会害怕 让你会害怕 让你很害怕 还是说 给你报名牌 让你赚很多钱 还是说 让你有期待 像爱情的教育都有期待 要共主家庭 你未来很幸福耶 可是其实这些都是抓到 人性的一些弱点 弱点 对 所以我们要听众朋友的位置 以前要挥出去之前 一再的查证 165 打一下 不然的话 我们警方询问一下 对 这就也知道这是老梗的照片 老梗的照片 千万不要被骗了 好 今天我们非常谢谢 我们高雄市政府警察局 三民一分局分局长 肖正松分局长 来到杨洁节节目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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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大家收听 我是杨洁 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 下回见咯 拜拜 谢谢